今天可能想知道的是 我們又要來開箱了 沒錯我們要來開箱了 大家應該有去看過演唱會吧 不管是誰的 演唱會一定會有賣周邊商品吧 今天我要開箱的東西是我10月初 看周杰倫演唱會買的造型積木公仔 想說房間放個公仔感覺起來應該不錯的樣子 好廢話不多說我直接進入開箱影片 今天要來開箱 開的是什麼箱 是周杰倫演唱會的 積木公仔 廢話不多說 直接拆看看 看一下 為什麼要買這個 因為我想說 10月份去看演唱會的時候 沒有買過這種積木公仔 所以就買來當作紀念 那可以看到它的外盒 這很淡的一個字 就寫著周杰倫的積木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打開 那首先看到這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很複雜 說明書我們就不管它 然後看到積木 你一定會疑問說為什麼積木這麼少 對不對 因為礙於節目流程 所以我先把它組起來 你可以看到 組起來的樣子是還蠻可愛的 但是 我原本以為是 它是公仔讓你黏上去就好 沒想到是一顆一顆自己慢慢組 所以 組這個花了我不少時間 至少 快一天的時間吧 在8小時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逼真的 就是演唱會的場景 重製的樣子 我不知道 你們 有去周杰倫演唱會的有沒有買這個 因為 當時打開的時候 真的是 全部都是散的 那非常難組 我自己也不玩樂高 或者是一些其他拼圖 或者是積木等等 所以第一次組這個真的是花了我很大的心思 跟時間 比想像中的還難 所以 我現在非常的 小心翼翼的拿它 因為生怕它一個不小心 毀掉 那我的努力 就要再重新來慢慢拼了 今天的開箱就差不多到這裡 就是跟大家小小分享一個 積木公仔 周杰倫演唱會積木公仔 組起來的樣子 如果說真的是邊開箱邊組的話 那可能會拉長到3-4個小時 所以我就先組好 給各位看一下成品的樣子 非常不錯的 我拿起來 好 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開箱小體驗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